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挖出了陈时中团队的正二代名单 那么其中出现了台北市民政局长蓝世聪的儿子 今天蓝世聪在议会备巡时更当着柯文哲的面 大喊支持陈时中 不挺柯文哲推派的黄珊珊 更强调说儿子跟自己都是民进党员 立场相同非常的开心 那么至于年底选战之后 柯文哲的动向是备受关注 在议员质询逼问之下 柯P是首度松口 他说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搭档选总统 自己就算是当副首也没有意见 曾经坚决不当副首 柯文哲不在铁口 不排斥当郭台铭的副总统 但若自己当家面对外界关注的死刑议题 强调会执行 你问我话单说是 我就很不喜欢法律定在那里 给大家参考 不过被视为2024前哨战的年底百里侯选举 柯文哲判接班人黄珊珊打精彩一仗 自己底下人马却先不挺 你支持陈时中 我想民进党的党员就应该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 你的儿子又在那个陈时中团队 你有没有脚踏两只船 他支持陈时中 我觉得很开心啊 民政局长蓝世聪高喊挺陈时中 原来不只他自己是民进党籍 儿子蓝又伦也被挖出 在陈时中团队当幕僚 当着老板的面不挺黄珊珊 一旁的柯文哲倒是有点尴尬 安局长这样的说法您认同吗 我要怎么不认同 局长你是不是在这里你就承诺 请大家不要把我跟我儿子连在一起 承诺也没什么用啊 承诺也有不保持行政中立啊 这还是会有问题吧 我真的不觉得这是问题 你告诉我我哪一点没有保持行政中立就好了 柯市府民进党籍的官员这两人也被点名 市长你现在整个团队里面 只剩两个有民进党党籍的啊 还有袁秀卫 不会啊这三个都很中立啊 我们不会到今年总部去啦 市政部分蓝绿白只是一到选举年 党籍难免被做文章 接下来的女生们高斯雅张远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